上一集 我们用M3扫描得到了保险感的SEO档案 这一节我们来逆向建模 启动Quick Surface 20 并导入上一集扫好的SEO档案 首先把多边形缩减到合适的数量 给计算机减轻负担 接下来修复网格 把多余的碎面删除 只留下保险杠主体 接着将网格表面的破孔修复 然后用去除特征工具 把一些网格表面的瑕疵消除抹平 包括倒车雷达盖也将其去除 这样就获得一个平滑的网格模型 手动创建一个对称平面 并使用软体的重构功能 一键调整至正确位置 利用此平面将网格对齐至圆点 手动微调一下角度 就可以开始逆向建模了 用专利的自由曲面功能 在网格表面铺上四边形来构建曲面 曲面会吸附于网格表面 顺着造型规划四边形布局 先针对半边建模 这里的重点是把边界放在造型的棱线上 然后将该边界加入折痕属性 这样才能在曲面上呈现出棱线 保险杠下方的曲面关闭吸附 延伸至底部空间 方便稍后进行检材 关键的棱线积边界把它拉直 打开实时偏差分析 调整控制点 让曲面更好的与网格贴合 向上延伸曲面补齐这块区域 需要的时候可以细分曲面 开启对称模式 造出另一侧曲面并结合中线 最后增加分辨率让曲面更贴合网格 重点观察半边效果就行 因为扫描数据不会完全对称 把稍后要剪裁的边界外推出来 这个曲面就算完成了 第二个曲面同样用自由曲面图上 把边界外推 也别忘了检查你和精度 后面这个曲面如法炮制即可 这样一来保险杠每个部位的曲面都完成了 下面来做切割用的曲面 先用3D草图描出保险杠下方的边界 端点记得延伸出去一些 镜像复制另一侧后 将曲线连接 然后向前后拉伸出一个切割用曲面 上方的切割用曲面也是一样 先在网格表面描绘一个封闭的3D草图 用软体的边界造面功能做出一个曲面 再将曲面四边进行延伸就行了 镜像复制到另一侧后 显示并选中所有曲面物件 开启剪裁功能 套用自动剪裁 软体便会以网格外形将多余部分去除 这样就完成了汽车保险杠的逆向建模 你觉得Quick Surface一项软体好用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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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